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Tanya's Tamba 吉他小教室 我是蔡老师 小李呢 我跟你们说啊 小李最近就有大头针 他现在在化妆间 要我们等他一下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不会孤单 因为我们今天有邀请了一些新的朋友 我们现在来一起认识他们吧 小米 阿牛 小胖 白板 鸽子 字母 还有我画的小蝴蝶 但是今天呢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这个板 大家看到大概就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 那就是阅历 阅历呢 相信大家一听到的时候呢 就会完全非常的有恐惧感 就说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我不要知道什么是阅历 其实那时候我以前 我也是对阅历有像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呢 我跟你们说 懂一点点的阅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想了很久 我在想 我今天要分享什么什么的东西 真的就觉得 在吉他这条路上呢 除了弹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炫耀啊 好多好多的技巧 其实知道阅历呢 它其实就是会让你在吉他的脖子上 很快很快的找到 你们想弹的东西 吉他对我来说呢 就很像 像你搬到了一个新家 你搬到了一个新家 就你一个人住嘛 然后你一个人住呢 然后你有你的家具 哦 你非常熟悉你的环境 但是呢 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孤单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有时候你要开趴 但是你又不晓得 就是你附近的那些邻居是谁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就在家卡住了 所以当我要办一个趴的时候 一个party 我要邀请谁 所以呢今天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非常生活化 非常有可爱 非常幽默的方式 来为大家介绍阅历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概念就是 认识你的邻居 准备好了吗 不要害怕 我陪着你们 我们首先呢 我们先来认识我们的吉他 OK E A D G B E 那就是吉他上的六条弦的名字 首先也要说 为什么要从这个方向看下去 因为我们的吉他是这样子嘛 所以你通常都这样看下去 所以呢 今天我们从这边看上去 OK 以E为根音 我们现在来看 A跟E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就是E的四 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Doraemipha E F G A 这样听懂吗 然后D是E的降齐 G G是E的三麦 B是E的五 E跟E很简单 是他的什么 高八度 高八度 非常好 鼓掌 耶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是 当你往这边走的时候 每一个 每一个 这些关系 不会变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 就是你往后面 就是你往脖子上一起走走走走走 你往下看的时候 直接看下去 他们的关系 不会变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 和弦的构造 一个和弦的构造呢 最重要的一个架构 就是他的E跟5 每一个和弦都必须要有他的E跟他的5 那就等于说是他的头跟他的尾 就很像一个脊椎有没有 有了脊椎以后呢 你还不晓得他的个性是什么 他是开朗 他是感伤 脾气不好还是什么的 这些东西呢 要怎么知道呢 就是透过他的3 大3跟小3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就这样想好了 大3 就是正宫 如果你是个大3 会不会觉得 就很开心有没有 那如果你是小3呢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一定是非常难过对吗 大调跟小调 听觉上 你会觉得大3 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开朗 非常的明亮 小3呢 就带有一点点的小忧愁 刚才呢 我们就说到 135 135 就是一个和弦的基本的构造 就等于说你已经形成了一个人 OK 那其他的呢 像他的7 9 11 and 13 都是配件 就像帽子 鞋子 手表 就是项链那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后面 就会一一的为大家介绍 相信很多朋友呢 在开始学吉他的时候 第一个会学到的一个和弦 就是E minor 所以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 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和弦 你不仅是要弹 你也知道你在弹什么东西 OK 那我们现在来找一下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A呢 跟E 就是他的关系是他的4 A 再加两个 就变成B B 之前 是他的5 OK 所以我们的1跟5已经成立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到D D 再加两个 是不是变成 1 1是什么呢 1 也是 就是1啊 OK 非常简单 G呢 是什么 他自然就是你完全不碰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小三 B 他就是他的5 后面就是8 所以你这样刷下去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谈到了他的1 and 什么 听 来听一下 5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什么 1 3 然后还有什么 小3 5 跟8 这就是你的E minor 大家一起来弹E minor 有没有 有没有很苍张 小李 你来啦 小李就不知不觉呢 就自己跑上来 自己想炫耀一下 刚才我们弹了令人心疼的E minor 接下来我们要来弹正弓 那就是E 大E 也可以说是E major 我们现在来找一下 他的大三在哪里 所以我们跟他看这一排 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 大三在哪里 好啦我自己 我自己贴好不好 他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那么简单 有没有很简单 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就是 你现在就是 那我已经为大家 解开所有的谜底 当你在G上面 再加一格上去呢 他就变大三 所以你就知道 你弹的这个东西 所有的音 是什么 很好 当然很多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些指法 那些应该真的就是 一堆人在那边研究 啊这个就是 手指最 最灵巧 就是最能按到 最方便的一个位置 所以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些和弦书啊 其实都是有道理的 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再去找一些配件 我们接下来要弹的就是 E minor 7 在E minor 7里面呢 7 都是 小7 要记得 那如果你弹一个 就是一个大调的 E的时候呢 7 可以是 大的7 或者 小的7 因为大7嘛 什么东西都可以嘛 只有小7 它只能有它的那个丫环 就一个小7 就这样想好了 所以呢 我们呢 现在要去找 那个7在哪里 所以我们已经建立了E minor 我们现在 要来找 OK我用这个 蓝色 蓝色都是配件哦 我们从这边看 看下去 OK我们的E已经成立 我们的5 E也已经成立 3my也已经成立了 如果在这个线上找一个7 它的7是什么 没有人回答 好 就是D嘛 那我们在B的线上找一个D 好不好 所以呢 1格 C D D是不是在这边 好 那我们放在这边 这样子 我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E minor 7 好不好听 好 我们接下来要弹的是E major 7 让我们先找一下 先知道 E major 7 有谁 1 3 5 跟齐 所以呢 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让我们来寻找 齐 齐在哪里 你在哪里 来到这里的时候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7 7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很快速的 就从这边跳一格 我们就弹了一个 非常优雅的E major 7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找另外一个7 那就是小7 小7在哪里 很好 这个游戏不是很好玩 但是 这个就是答案 E7 然后 我再跟你们说 在这里 你可以再找另外一个小7 好 我跟你们说 在B弦上面 再加多一个7 就会加强 那个7的感觉 这个气氛 然后你要摇 因为通常他们都会摇 OK继续 我们呢 要弹的这个和弦是 E add 9 当你有E3 5的时候 你再加多一个9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E add 9 E add 9 在我的心目中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 但是非常做作的一个和弦 那让它非常做作的 到底是谁 罪魁祸首呢 我觉得就是9 9 9到底是什么呢 E to E 就是高八度 再高多 多一个音呢 就是它的2 也就是它的9 2跟9 也都是一样 一样的音 现在我们要来找9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这个E的这个和弦 所以其实最明显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它的9 在哪里呢 我们要找一个F sharp 所以F sharp 它就在这里 对吗 E add 9 这个就是一个E add 9 另外呢 9也有另外一个位置 让我们来找一下 因为 手指 可以 就是伸展 的原因呢 最可以找到9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这里 OK 这里是D对吗 D E F sharp 所以呢 现在来弹一个E add 9 这就是E add 9 好我们继续要再探索的一个和弦 就是 1 9 1 9是什么呢 它就是 1 3 5 降7 你一定要有一个降7 再加一个9 它才是成立的 当你没有一个降7 在和弦里面呢 它就不是一个 19 所以当你看到 只有19 而不是1加9 E add 9 的时候 你就知道 在这个和弦里面 你一定要有一个降7 然后再加一个9 这个和弦 它就是一个非常充满blues的一个感觉 我们应该先来找一下 19 到底在哪里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E7 对吗 19呢 都在这里 它就是一个E7的一个延伸 再给它更多的bluesy的感觉 就很像你穿上了牛仔裤好像不够 你还要穿上那个牛仔靴子 的意思 我自己会觉得 这样弹 好像就 不痛不痒 因为在这个时候 它只有一个降7的一个音 当你要在一个和弦里面 就是衬托那个blues的那个感觉 最好 再加多一个降7的一个音 我们很快的 快速快速 去找到一个降7 在这里 弹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比起 没有加多一个降7 我们来听一下 要不要 你听到 然后再加多一个7 降7 摇 一定要摇 介绍了那么多的和弦 接下来这个和弦 我相信 当我讲出来的时候 你们应该已经 不想再听我讲话了 因为 它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陌生 而且 很少会用到 而且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和弦 但是 让我 还是继续的 为大家介绍这个和弦 那就是 E minor 11 天啊 它是什么东西 那么复杂的一个和弦呢 原来 它是那么简单的 可以去弹 它竟然只有 要按 一个地方 那就是 它的9 所以呢 刚才有介绍给大家 9的这个概念 所以呢 当你看到11的时候呢 你就是一定要有一个9 所以当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open string的时候 再加一个9 1 我们现在有一个1 跟 11 因为a就是 11 OK 然后我们有一个降7 我们有一个3 我们有一个5 我们还有一个9 所以呢 我们很简单的 弹到了一个E minor 9 E minor 11 sorry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在E洞里面住的邻居之间的这个关系 当然在吉他 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另外两栋大楼 那就是 A洞跟D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说 在弹一个和弦 你的根音从A旋开始 这边就是一栋 OK 然后从D旋开始弹的时候 它就是D洞 所以他们各自这样子D到E之间有一个关系 A到E也有一个关系 这些邻居呢 就看你们自己去自我介绍 自己去认识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比我更聪明了 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E的变化的探索 就差不多到这里 所以呢 恭喜 你们成功的生还了这一场月里的战争 有没有觉得 你们有变得更聪明 那当然这个方式呢 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方式 是让你们在自己练习的时候 就是去熟悉你们弹的这些和弦 去熟悉就是每一个和弦 后面再加什么什么东西 会变成什么什么东西 对吗 甚至说你可以自己去研发 你自己招牌的和弦 就像我有几款的蔡老师的和弦 也是我自己发明的 嗯 然后呢 对不起我自垮 好 回到主题 这些东西都不是让你偷懒的啦 千万不要在你在练团的时候 然后就说 等一下 我要找我的11 等一下 我要找我的9 这些东西就是在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你的9在哪里 你的11在哪里 你的13 所以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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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练习 不要偷懒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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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